事逢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之际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星期一在莫斯科会晤 王毅此行展开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 两人的会谈为俄罗斯总统普京 即将在10月到北京出席 一带一路高峰会谈做好准备 王毅表示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敌事国 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全球发展负有重要责任 他赞扬中俄两国推动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